但是我今天特別講到說 這是7月2號 昨天小英總統的 梗圖臉書 我們把時間再倒回一點點 不到一年以前 看看我們的小英總統 面對彰化萬人普篩的時候 他怎麼回應的 來看到時間點 2020 820 當時呢 彰化在實行的是萬人血清的這個裁檢 那時候呢鬧得很大 大家還記得吧 衛生局長葉彥博 不斷的出來甚至深淚俱瞎 那個畫面其實在大家的印象中 揮之不去的 可是他當時怎麼說呢 他說 台灣防疫的成果證明了我們可以透過民主 團結自己克服疫情的挑戰 這不是氣質喔 這已經比氣質更厲害 我們用民主來抗議 再來 指揮中心都會透過專家會議 因應疫情的變化 所以隔離其滿不做普篩 這就是專家會議討論的結果 不到一年時間 不知道這些專家會議 現在要不要來扛責任呢 好我們時間再到回來 6月29號 當時的時間點 已經知道台灣有Delta病毒了 蘇貞昌他怎麼說 土山還是會有胃陰性胃陽性 都會爬爬燥 你會增加風險 所以入境隔離之後 做PCR已經是最嚴謹的 我們的指揮官陳時中 他是怎麼轉彎的 很難轉但還是凹過來了 因應Delta變異株 進入台灣的時候 為了防範病毒擴散 入境台灣的旅客一律全面 普篩這已經是晚了半個月的說法 以前沒做入境普篩 差別在於 之前入境時 除了專案外 都是居家檢疫呀 擔心如果有胃陰性 恐怕就會造成你的防疫鬆懈 想不到現在更鬆懈 而現在入境時 全部都入住了 防疫旅館或集中檢疫所 不會增加家人接觸的可能 縱使有胃陰性 也不會增加傳播風險 想先請問友志哥 看了這麼多 我們先來講講蔡英文的 神轉彎到底要怎麼轉到現在 他 不轉了 不演了 他從來沒有在 思考事情的 他在他腦袋裡面 沒有思考 他就是在看風向 他就是標準 臉書治國 我夠標準的 再提醒大家 他是非常非常 標準的臉書治國 你千萬不要把他臉書的每句話 當作話來思考 要不然你人生會過得非常痛苦 好不好 你就把他臉書當作是一個肺炎 就跟這武漢 就五個人坐在那邊 每天在那邊唸數字一樣 他的臉書 你就把他當廢話一篇 看一看 你想罵就罵 想笑就笑 療癒這樣就好了 你看他臉書 然後你其中去癥結 你的人生會非常的乏味跟痛苦 好不好 他的內容 你幹嘛去看他呢 各位觀眾 笑一笑就好了 他根本沒有心在為整個國政做事 他的小編跟蔡英文本人也是相反的 他根本沒有在看他老闆做事情 蔡英文做蔡英文的 蔡英文不曉得陳時中在幹嘛 陳時中不曉得 蘇貞昌在幹嘛 所以蘇貞昌昨天還在罵快篩 還在罵普篩 6月30號 還在罵 6月29號 29號還在罵 30號出來的時候 早上去訪 記者去訪問的時候 還唸了一下 請注意喔 Delta 什麼時候確診 6月14 14 29 30 15天後 你還是在那邊 快篩普篩 然後我們這些人 一字排開 搞不好連你也都被 曾經被叫普篩仔吧 你還會普篩的啊 普篩的啦 國民黨啊 國民黨委員啊 普篩仔啊 有人都被說普篩仔 我每天在廣播講疫苗 疫苗護照普篩 我天天每次都被這些人出征 若有志 這樣把台灣唱衰啦 不需要的東西 偽陽性偽陽性 你負擔得起嗎 拿你的主持費來補啊 他說一個偽陽性 要住在檢疫 醫療資源你要不要補啊 就每天嗆 每天嗆 嗆到現在呢 這6百癌的人 算你們這些1450的 我懶得把你們這些人 放在眼裡面 就跟我沒有把蔡英文這些 臉書的內容 放在心裡面一樣 你看這些臉書內容幹嘛呢 讓自己起心老命 我講真的 一個總統做到這樣子 害死了6百癌 我又害死精不精準 非常精準 你都是用這種方式 酌勢金飛 在處理你所有的國勢 請問一下 一年前跟現在 這支病毒 變了多少你知道嗎 從Alpha Beta Delta 已經變了幾次 你的政策 這一年來沒有任何的變化 今天所有的破口 就來自於你這篇文章 我光看你這篇文章就好了啦 你一年來從來都沒有變 病毒變了十幾二十次 你怎麼應對它 你還在用之前8月20號的 那種光榮光芒 台灣No.1 然後在面對Alpha Beta Delta 敵人已經步步進逼 然後一直不斷的更新武器 你還是用同樣一個盾牌在那邊擋 更何況你還沒有武器 人家說政治承諾 或是你的政治核心思想要一路 走來始終如一 還真始終如一 他防禦始終如一 始終如一 完全不會有任何的變化 沒有巧門 我就是這一招 以前有個電影 貴敏偉應該還記得什麼 一招辦事闖江湖 你幹嘛露出那種笑容 你現在要切割嗎 年齡層 這邊看過的 這邊沒看過的 你有看到我眼神中的無助嗎 我完全感受到啊 你這樣的行為跟蔡英文有什麼兩樣 一招辦事闖江湖 他是形容有一個武俠 武林高手 他就靠那一招辦事 可是他是在野餘 很好笑 這個人靠那個 沒別招了 常常碰到一些怪事 他就進展都可以親戚過關 你以為蔡英文你運氣這麼好 你運氣這麼好 我們老百姓不見得運氣像你一樣這麼好 你好命啦 才能讓你騙上總統這個位置 可是我們這些老百姓就像這些東哥一樣 每個人都在市場裡面 欠盪內斗 每一天提心吊膽 追著心在過日子的 你知道這些市場的老百姓 我那天訪問其中有一個另外一個市場的一個副會長 他是賣那個蛤蟆的 蛤蟆的 他說 你不要看我們這些人 我們今天沒有這一盆 我今天就沒有生活 他說你有時候你回到市場 看了一些大牌長龍 好像每一攤生意都好像很好的樣子 沒有你們想像我們生意這麼好 有一天 每天變現 大不了了不起 扣掉他們今天要去買那些蛤蟆 擺在路邊 然後回去還要做生財工 還要去批貨的成本 了不起 那一天多變現個四五千塊 一個月開市二十幾天 了不起我們家這一個月賺七八萬塊 一家幾口全部靠那個壇子在過生活 八萬塊過一個月 小孩子生了兩個小孩 學費繳完八千塊 那天賺六千塊 繳完之後剩三千 要不要扣個一千五 一千五你才存 房貸再扣個一千塊 剩多少 剩一千 剩兩千 再買個菜 再準備一下小孩的基金 這個月的菜錢 剩五百塊 請問一下他過什麼日子 五百塊怎麼買 他明天沒開市就剩五百塊了 我告訴你們 這些人的口袋裡面 那我就問那個會長 對不起 我不食肉米 我還問那個會長說 你的存款 你不是平常沒欠一股嗎 有志兄 五百塊你叫我要欠什麼 一個月好不容易 一天欠五百 一個月欠一萬塊 要不然要帶毛小孩 過一個好一支 那意思就是 難道我不用帶他們出去 稍微走一下嗎 一走又沒了 我們出去玩一天 不要說週休二日 兩個禮拜出去玩一次 要不要花個七八千塊 沒了 一家四口 要不要 要 你說他們怎麼存錢 我突然之間 我覺得我整個臉熱熱的 對不起 我沒辦法體會 你們的生活 可是這幾個moment以後 我懂了 我懂了 但是林昌佐有沒有懂 蔡英文你有沒有懂 你們不懂他們 所以你們今天犯了眾怒 而且你沒有下來看看 真的這些門是什麼 這些所謂的國門 普篩中間的關鍵性 跟重要性 甚至 我告訴各位 為什麼不真正的做普篩 因為我們台灣從來沒有正眼 瞧過這些 篩計試劑公司 尤其這幾個月 我直接爆一個料 你們自己想一想 你們這些指揮中心的 蔡英文你知不知道 他們在用什麼樣品質的試劑 你光去看以前的那些 我現在資料沒有帶來 我本來想給大家看 我有特別去統計過 幾個重大事件 包括伊甸市 大家還記不記得 十四個人篩 零啊 陽性率是零啊 文化大學宿舍事件 十一個人去篩 機率是多少 陽性率也是零 我跟各位說 一個試劑再怎麼差 不會到零 就像我們去考試 你就隨便猜 128 5751 隨便猜 不猜C 都會中 你好歹中個五分 十分吧 會到零分 會到零分 但代表你連考卷都沒寫 可見這個篩劑根本毫無作用 篩了二十五個人 竟然零啊 請問一下你還繼續用 為什麼 為什麼 你就是要證明普篩沒用 你在玩我們嗎 你在玩我們嗎 一個事情已經證明他沒有用 你還一直在用 一口氣用 從8月20號 用到現在 不斷的用同樣的試劑 然後一直零零零 然後再拿這個指數說 你看我說的沒錯吧 陽性率這麼低 低到變零啊 你怎麼會縱容這些試劑的工廠公司 然後你們一直採買這些試劑呢 而且你還號稱 動不動要幾千塊 PCR還要七八千塊 你們到底要做什麼生意 你們是用防疫在做生意嗎 真正的試劑 像我前天訪問一個 叫泰博的公司 現在侯友宜在用的 我就是因為看到侯友宜 她嗆說 我一個月 我要塞一千萬次 我就覺得奇怪 我說打電話給侯友宜 我說雖然我最近原諒你了 因為知道我罵他罵很兇 我說雖然我最近原諒你了 講話也不要太狂好不好 一千萬一個月怎麼做 他說友志雄 真的有人有辦法做 我說不是啊 我們指揮東西跟我講 都是不行的啊 量能吃緊啊 量能吃緊 然後塞劑準確率又不高 然後侯友宜說 友志雄 我們真的有很強的塞劑 我說沒有啦 塞劑準確量訊率這麼低 他說我真的告訴你 真的有 我說 那這一年來 侯友宜跟我講說 你們都被騙了 我說那證據給我 後來呢他就請 金發局局長打電話給我 友志雄你想知道什麼 我說我想知道 台灣真的有這種公司 因為我們數據都是二十四零啊 十四零啊 動不動就是你 快篩沒用啊 你們一組的東西搞了一年多 他怎麼不會騙我吧 那局長也是很尷尬 默默 不敢說騙啦 只是沒有把真實給你們 我說啊我就騙 然後我就說好 那可不可以告訴我這家公司 老闆來電話 那老闆就是 他就是那個老闆 是個科技人 是MIT的啊 對 他不擅長言語 他很厲害 但是他不是 一人漢漫講話 要過一人實在 那種老闆 他就是那種 宅男公科的那種 那種人 你跟宅男道歉 朱學恒抱歉 所有的宅在家裡面的人 我們用職人 職人類型的 抱歉抱歉 一生懸命 他們真的是厲害 他一生就 進營在這個產業 他的公司做什麼的 就做那個驗運 驗運那個是那個棒 有沒有那個 兩條線那個就是他 全世界做其中 數一數二的 很厲害 然後他就是 新冠肺炎的時候 他把技術 整個在反轉 然後把那個 刺劑的敏感度調到最高 然後他做出了 所有 幾乎可以跟PCR媲美的 快篩刺劑 厲不厲害 我說 那你準確率多少 我本來腦袋 浮現數是 他跟我講74 78 我就OK 他跟我講99 我99 怎麼真的真的99啊 他說是啊 真的99 他把所有的數據傳來給我看 然後就跟宅男一樣嘛 一直解釋 我跟你講有關的 RMD玩 E然後P 我怎麼聽得懂 他有所本啦 他是有所本的 我怎麼聽得懂啦 但是我就 看著他那些資料 而且他經過了 整整一整年的測試 不管到哪邊 甚至連德國美國都採用他 都買他的試劑 所有的報告都是九十幾 九十幾 我就問董事長 我說因為他叫陳董事長 我說董事長 我無法理解 可是主委中心一直告訴我們 我們快篩的陽性率很低 他說沒有這回事 這他們用錯了 他們用了很多 不知道哪裡買來的 然後常常陽性率 這個不高 拿出來就直接講了 侯友宜的資料 新北的用處 他用在亞東用在什麼 結果新北的資料一拿來 準確率都九成多 侯友宜完全沒有浪費 所有的醫療資源 你懂我意思 但是他們一直用普篩 來攻擊侯友宜說 你看侯友宜不聽指揮中心的話 浪費了多少醫療量呢 侯友宜是厚道的 因為這個老闆也不喜歡 那種一直講自己的 所以他沒有把這數據公佈出來 我跟你講如果數據公佈出來 你們這些指揮中心會汗炎 新北的那個快篩率之高的 所以侯友宜才敢這麼大聲說 珊珊你知道嗎 貴敏 侯友宜直接電話裡面跟我嗆聲 他說你知道 我們確診跟發病同一天的 我說已經同一天很難了 確診跟發病同一天有什麼意思 我剛被感染 潛伏期大概三天 我剛從中天被感染 我回家 然後正要第二天要出門的時候 去塞個檢我就被抓出來了 所以傳播鏈就被阻斷了 確診跟發病日同一天 抓個十幾例已經不了不起了 侯友宜說我們新北市44% 我說哇塞 十個裡面就快一半 你們光出門就抓到了 所以這樣我才斬得斷啊 全部都靠這些 台灣No.1的廠商 侯友宜才是真的在發現 台灣No.1的 對比一下蔡英文這張圖 他在幹嘛 他只會發這種文章啊 這麼簡單的事情 一個地方首長 一個記者就可以發現的事情 你蔡英文看不到嗎 台灣有這麼厲害的廠商 你幫了沒 你每天在那邊採購 你還記不記得 陳時中還對外講說 我們要去採購 國外的試劑 還得花大錢 然後呢 沒多久 我想這個資料我又沒帶來 6月8號 大家去Google 看我說的是不是真的 6月8號 陳時中嗆 台灣沒有快篩試劑 要去Google這條新聞 如果沒 如果我講錯 你們可以打我臉 6月18號 陳時中說 台灣沒有快篩試劑 然後呢 12號 12號 第一個國外的快篩試劑 德國的開放進口 那個廠商就開始 進口然後開始賺錢了 6月21號 我剛剛講的那家公司 快篩試劑通過 你聽懂我什麼意思嗎 台灣No.1 我們13天就可以研發出 快篩試劑 6月8號陳時中說 沒有 台灣沒有 6月21號 我們第一家就冒出來了 你根本睜眼說瞎話 你根本是要先讓德國 先讓國外的進來 讓這些代理的廠商先進來 你再讓我們台灣的上去 你有在扶植台灣產業嗎 有啊 人家國產跟 國產的高端跟聯亞 不是扶植了嗎 你扶植這樣子的產業 真正的人家快篩試劑 賣到世界Google 被人家說G5跟PCR可以併排的 我們台灣的新北的公司 你把它打壓到如此地步 可不可惡啊 立刻訂閱中天電視 支持監督的力量 在中天 中天新聞不會消失 機會更強大